领域者第三次翻过来了 大家好,我是C维 上期我们勇敢的矛球战胜了翼龙 成功当了回屠龙勇士 这期我们继续新的冒险 在路边看到了一颗三岩果石 这种好事 拿来吧你 前方的大坑里竟然有一个冰雕 这是被冰封的怪兽吗 我们下去,会会它 我去,走近了才发现这么大 冰雕的下方居然挂着一个心脏 试试磁水能让冰融化吗 好像不行 对了,可以使用高温融化呀 后面不就有火炎壁吗 吸住火炎石,送到它身边 看看有效果吗 哇,可以看到心脏复苏了 寒冰兽动作起来 是我们救了它 它会变成我们的人吗 还是先和寒冰兽保持距离 嗯,它既然跟了过来 你是要跟着我们去冒险吗 这是一龙 你怎么又来捣乱了 一会儿我让寒冰小弟收拾你 我去,话刚说完寒冰小弟就化成灰烬了 嗯,这是寒冰小弟的心脏 可能寒冰小弟知道自己大限一致 把心脏留了下来 看这个心脏好像可以吸收 小芳你来试试 吃掉看看有什么效果 嗯,小芳进化了 脑袋后边可以看到心脏在跳动 好家伙 这是直接往脑袋里塞了个心脏啊 上面记载说到这个能力可以使毛球生命力变得更强大 不畏寒冷 但依然怕火 感觉这能力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啊 就挺好看的 又是一龙 但好像和上期击落的一龙不一样 难道你是他哥吗 专门来复仇呢 我们现在没有射弹兽 无法与之抗衡 先溜吧 嗯?大屁股怪兽 好久不见 你复旦呢 给你洗个澡 不收费 拿来吧你 真小 吃掉蛋黄补充点营养 我们要溜了要溜了 又是小翼龙 你可真阴魂不散呢 不要与他过多纠缠 不然吃亏的肯定是我们 前往下一个关卡 照顾这个大肚子怪兽快跑 非常顺利就进入了符文塔 并成功激活了法阵 我们看看附近的环境 嗯?怎么了? 我去灵异者 出生了 出生了